8月8日清晨,武昌汉阳门码头锣鼓震天,经过层层选拔的抢渡赛选手和横渡方队游泳进而集结于此,等待向长江天线发起挑战。 当日,以万里长江横渡,吉木楚天书为主题的2024第49届武汉716渡江节举行,吸引了千余名中外选手参赛。 比赛开始前一个小时,汉阳门码头及长江大桥上已站满了前来观赛的民众,他们一边为选手呐喊助威,一边举起手机、相机记录这场特别的城市节日。 因受今年长江流域迅情影响,原本7月16日举行的渡江节赛事延期至8月8日,上午7时16分,63名抢渡赛选手依次从武昌汉阳门下水。 这些选手中既有国内外公开水域的游泳高手和网界取得优异成绩的运动员,也有普通游泳爱好者。 相比室内游泳比赛,强度长江的选手不仅要具备高超的游泳技能,还要掌握气候、锋利、水文特征,合理分配体能。 经过1800米的批波展浪,最终,中国选手张紫阳、杨佩奇分别以12分04秒19和12分36秒72的成绩,获得男子女子组冠军。 来自英国的游泳健将,阿什利·霍格当日在武汉开启了第五次长江横渡挑战。 尽管在世界各地参加了不少公开水域游泳比赛,但阿什利·霍格认为在长江里比赛最特别。 她说,虽然未能夺冠,但完成横渡长江就很有成就感了。 据了解,今年渡江节群众方队横渡长江活动有27支队伍, 1662人参与,除了本地游泳爱好者,还有来自广东、太原、盐城、新乡等地的横渡方阵。 选手们依次从汉阳门下水,顺流而下约6000米,至汉口江滩塞扬广场骑水。 江面上整齐的队形犹如横渡长龙,颇为壮观。 整体是太爽了,鸡门吵天虚了。 很开心,很兴奋。 我们湖北就是围到的场景嘛,从小就开始游泳。 武汉素有百湖之势美誉,长江、汉江交汇于此。 当地民众一直有渡江的传统。 如今,渡江节不仅是武汉民众喜爱的群众体育活动, 也是中国内地最具影响力的公开水域游泳赛事之一。 对武汉人来说,它是一个向全世界宣传武汉非常好的机遇。 对武汉人来说,它是一个向全世界宣传武汉的传统。 和声对武汉人接待的传统。 优优独播剧场——重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